如果我是想short-term跟它就是年底以前来一个的话 很明显你的恒生科指肯定是相反弹的 因为它在所有的板块里面是出贝塔最高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Oscar 蔡金强 这个奥陆资本的CIO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ET类的节目 我都是跟大家分享多一点宏观跟整体看法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几年环境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更注重跟大家聊一些方法论的东西 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港股 我觉得就是说它现在一万七千四左右 今天反弹了一些 我觉得它往下下去它那个当差也不会特别的宽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它不知道什么catalyst才能把它重新给绷起来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说 首先港股你要明白港股是一个孤儿 它没有什么主场的优势的 包括香港人港股对香港人都不是主场 香港人现在大部分也很多人已经买美股或其他东西 所以港股是一个无主孤魂 是吧 你反而不如去看A股 就是A股上证指数三千点 很明显政府是会拖住它的 是会拖住它 而港股我只能说它的当差应该 应该不会很深的 所以你如果买港股的话 第一你要抱一种信心 就是说你准备拿比较久的 因为你很难去断定 它就是说未来这一两个月 它可能会有一个rebound 可是你再拉长一下 六个月一年 你也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必须的就是 掌握你自己能投资的注码 用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proportion 就是进去以后 然后你准备跟它扛一段时间 那你如果说有这种心态 我觉得你可能就会舒服很多 你如果进去跟它指针朝夕的话 我估计你会吐血而死的 因为它现在是属于无主孤魂 它卖的人像刚才说的 内资担心地产演变成为系统性风险 外资担心地盐政治风险 所谓外资是在减的 当然已经减到比较后期 可是它还是有净减的 所以只要有人卖 股票为什么涨就因为有人买 为什么跌有人卖 所以它有人在卖 那卖的科不科学 跟valuation合不合理 也是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港股是这么一个看法的 科职里面除了英特雷的那些公司 比如像什么巴巴 像美团之外 然后其他的像什么医药的 什么药名 像什么这些 所以事实上你更多的是用一个三选法 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首先你是买恒生指数 还是买CEI 还是买恒生科职 首先恒生指数是不行的 因为恒生指数如果未来几个要反弹 恒生指数一定underperform 你像今天它也是underperform 是吧 因为首先它的beta不高 第二它里面有很大量是港股 本地股 你比如说像恒生 像汇丰 像这个扎打 是吧 这银行股 银行股最近是不好的 你像昨天扎打跌了接近双位数 是吧 第二地产股 香港的地产股也是不好的 因为香港的地产 也在进入一个深度的调整 而这一块 就算国内政府刺激经济 他们是不受益的 所以它是谈不起来 所以这一块 你就先删掉 然后你就是进入CEI跟恒生科举 里面去找目标而已 是吧 所以像刚才说的 你是这样去筛选的 而不是说我慧眼独到 觉得说我骨骼惊奇 我看到这家公司好像很好 你能了解它有多少呢 我不会说你 就是说大家 而我很奉劝大家 别过分去问管理层的看法 因为他也不知道 你这是强能所然 你问他说 未来两年 你公司前景怎样 他烂人声明说你有病 我也很想知道 好不好 然后你 比如说科子 科子的话 以前ATMSJ 你这样数下去 腾认是不好的 因为腾认 他有大股东在抛售 所以今天 我看到他又转了一部分股票 到那个 要抛出来了 就应该 虽然没透露 应该是母公司那批货 他不好 88还可以 美团 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说比 就是 跟88差不多 京东是废财了 现在就是说 而且他刚该当了 他整个东西 小米还不错 因为他明年可能有车出来 所以你是用筛选法的 因为估值 你要明白 你如果 你是捕捉短草的话 估值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要明白 一个公司的valuation 在市场里面 反映的是 supply跟demand equilibrium 一个平衡 所以也就是 他是一个合理家 就跟一条鱼 在海鲜市场里面 他那个一贩子跟我说 我这个东兴要卖600 或卖800 他是根据他那一天 市场的supply里面去 所以那个就代表 终端的价格 而你成不成设得了 是你的个人问题 所以你 不是说看88 说889倍 然后这个什么 腾信十几倍 所以我就要 没有的 市场认为他 他自有他各种原因的东西 然后你再比如说这样 你在七层里 看下去说医药股 就比如说什么 药名 最近好像也还可以 我不是说我喜欢他 就是说 这些 刚才讲的这些股票 88我是有的 然后腾信有点 大部分我都没有 因为港股现在 我已经很少参与 我这样是利益申报 我这些股票 就是我只是以事论事 你只是这样层层去推的 所以现在的股票 不是说像以前 就是说 问这个 所谓专家说 你给五个tips吧 现在有什么tips可言的 现在他就是 其上其下的 然后你就在中间 再挑一点点 再挑一点点出来 这种会演读到 或者骨骼惊奇的 是很容易出钱的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你要挑 你要是先界定 你要不要 这一个短炒 还是说 我要跟他12个月 12个月你可能就 要不要参与 因为是天晓得明年 三季度 中国 或者说全世界 现在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最近美股也跌不少 台股也跌不少 Japan也跌不少 所以现在就是 问题就是说 你站在个人的 投资者角度 你要自己的 一个灵魂拷问 就是说 在定存 有接近 5到6个percent的情况下 我要不要投资股票 然后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才说 哪一个市场 然后才说 这个我投不投 空空差了 然后才去想说 我是准备短炒 还是hold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 很跳跃式的说 港股你看不看好 我看好有什么用 我看好一文不值的 因为这个市场 是属于集体游戏的 是吧 集体游戏的 所以我 我今天讲这么多 事实上是更反向 让投资者就是 他要深邃的去 灵魂拷问一下自己 这几个问题 定存跟 其他投资之间 你要不要做 其他投资代表 你买股买债 什么买比特币 买金 是吧 你要不要 还是定存呢 然后才想买哪一个市场 然后才想买不买 空空差 然后才想你打算是 三个月短炒 或者说你打算跟他 就是同生共死 是吧 然后才根据不同的东西 去选不同的东西 对 首先这个收息呢 在这几年都是 workable的 就是 就是 合适的 非常合适 因为你要想一个东西 就是说 现在联邦基金利率 大概是5.25到5.5 定存接近是 5个%以上 也就是说 然后十年利率是4.8 这几个东西都是你乱一个生意 或者投资一个东西需要的回报的一个参照物 比如说你投一个东西 它的回报都少个5% 那你 那你 就是呢 那投资个 寂寂寞吗 那你还不如定存 所以就是说 那 所以你 所以就是说 现在的投资 为什么这两年 就是这种高级的很盛行呢 就是说 它是个王道 是吧 它是个王道 就是说 首先你任何的投资都得先跑过5%的Retain 这个东西才算Rotical 是吧 所以你无论巴绘特牌 买那个商社啊 利本的商社 或者说高西股 这个事实上都是合适 而这个高西的环境 我觉得明年底以前 明年是肯定不会晚的 明年的降息 我估计也就一两次而已 所以整个联邦基金利率 应该还是在5个%左右的 是吧 那也就是明年的定存 应该没有5个% 也有4.5的 我估计 所以你基本上你还是的 你如果说愿意投资的话 你那个投的东西 必须的给你创造一个回报 有5-6个% 你才值得 要不然事实上你是输钱 兼没 兼得到了不必要的风险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在这种环境上 明年High Dividend的 这种High Dividend Yield的这种公司 仍然是popular的 是吧 所以你就要正眼看进去 所有的收集股里面 就是谁的Dividend Yield 是5个%以上 而且是sustainable 而且这家公司 必失是没有什么负债的 还有一种呢 叫做假慷慨 就是说他事实上是一个 是一个贫血的人 事实上他还在 炫血 还在派 就医生的债 然后派 派High Dividend 以前就是 恒大或其他公司就这样 所以像这种公司呢 事实上是应该tile 就是说你必须的 像比如说 像这个联通啊 或者移动这种 就是说他确实没什么债 医生钱 free cash flow很多 他分给你 这个东西才有意义的 是吧 他如果是一个穷鬼的话 他借钱来给你的话 这家公司 你要的是利息 他可能 他要的是本金嘛 是吧 这没有意义 所以你用这个是 能然是 所以这个政策 能然是可以啊 明年能然是可以啊 电动车 我只是比较喜欢比亚迪人 因为我是有比亚迪人 另外那三家 本来理想 首先 小鹏跟蔚来是不行的 尤其是蔚来 这家公司已经烧钱 烧到非常离谱了 是吧 那小鹏 他们两个虽然说 有大众汽车 跟就是什么 阿布达比 就一人一家的投资 可是你这个烧钱的游戏 跟它净亏损 单车净亏损 这个东西 它并没有任何的改善 是吧 所以我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 地人政治很乱 环球很乱 中国也正在当天 然后又高息 所以我对大部分亏钱的东西 我都是很不感冒的 那比亚迪 理想本来是比较好的 因为理想是挺挣钱的 它单车的利润 也有一万多块 可是理想现在 它很快 已经面对华为的威胁 因为华为出的那个车型 跟它未来那个定位 应该就是跟理想 直接竞争的 而华为在中国 是有神一般的这种品牌力的 所以你如果被华为 形成了直接竞争 我估计你会很麻烦的 而明年的话 小米也会推出车 我估计就是 就是这两个都会影响到理想 所以理想 我不算悲观 可是我觉得 可能没有基前那么好 相反就比 BYD是比较好的 BYD它从量 绝对的量 到单车的利润 到规模 而且它自己还有芯片的业务 所以它整个就是 它真的是把规模做出来 而且就是说 我是很现实的 我去看你单车利润 有没有改善 那它现在单车利润 也改善到 一万一人民币了吧 相反 你看到这个 Tesla 它的单车利润 就是不停地下跌的 而且它的量还不行 也就是说 你减价还触不了量 而且你的margin还下跌 所以为什么 最近Tesla的价格是 股价是跌不少 可是BYD是比较 recylian的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那至于这五只股票 这个大家爱买谁 爱买啥买啥 这个我管不着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短片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跟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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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